祝今好 这部网剧是根据小说 我的锦衣为大人改编而来的 大致剧情讲述的是常乐郡主流灵 与静灵为沈雁的爱情故事 调皮搞怪 娇憨霸道的流灵由袁冰炎饰演 而武功高强的冷面阎望沈雁由郑叶成饰演 郡主和侍卫 不期而遇 侍卫多次就郡主于险境 然后相爱 这个设定好像似曾相识 这看上去 不是和不久之前的迦南传如出一辙吗 这两部剧确实有很多相似点 前文提到的人物身份的设定 整体的剧情 以及这两部剧都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而来 甚至男女主的相遇 都是因为一面之缘后的争夺性物 现在很多网络小说都大同小异 所以 根据他们改编而来的电视剧 难免有相似之处 不过有了太多的相似之处 会让人不自觉地将这两部剧进行比较 尤其看到和居敬一合作过的郑叶成和米热 更让人想要将他们放在一起观察了 在祝清好播出后的不久 二者的差异就已经显现 那就是口碑和好评度 嘉南传的豆瓣评分只有3.7 曾经看到过有些评论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这部剧除了热搜不敷衍 哪哪耳朵敷衍 确实 他当时在播的时候 经常能看见其出现在热搜榜 笔者被吸引点开了第一集 熬过了第二集 愣是没挺过第三集 虽然笔者认为祝清好的评分也不会太高 但是从播出后的好评度来看 他已经完胜嘉南转了 土田上头停不下来打戏好 对于一部剧情俗套的小网剧来说 有什么评价会比这些更好呢 而祝清好就获得了这些评价 这证明他是有魅力的 所以相比起家南传 祝清好到底赢在哪儿啊 能让观众对两部本质上差别不大的剧 做出如此天壤之别的评价 接下来就浅浅分析一下吧 第一 男女主的演技 袁冰炎和郑叶成的演技 剧静一和曾顺兮的演技 就像对这两部剧的评价一样 前者的好评多于后者的好评 袁冰炎和郑敬一的演技 其实都可以用灵动来形容 小动作小眼神都比较丰富 可问题在于 郑敬一的动作表情有点太满了 看起来不会很自然 而且他一成不变的妆容 和在那部剧里精致得出戏的造型的争议 本就为他不受广泛好评的演技雪上加霜 整体感觉就被拉下去了 曾顺兮的演技比较平平无奇 无功无过吧 但是郑敬成的演技 从美人师兄开始就一直被夸 大家都希望帅哥能够接更好一点的剧本 科班演员和非科班演员 差距还是有的 第二 祝亲好女主人设的加成 江宝宁 聪明高贵 从小在深宫长大 想要打破束缚 没有特点 很多公主 宁门小姐 郡主不都是这样的吗 更糟糕的是 居敬一还没有按照本该有的设定进行演绎 很多人都吐槽她的一态问题 琉玲 刁蛮霸道娇憨 有恶女名号 逛青楼 对喜欢的男人非常主动 这打破了大家对守规矩 李仪的古代女子的刻板印象 另外 她的主动和直求是追爱 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的亮点和笑点 而袁冰炎也能够拿捏恰当 该端庄是端庄 该轻浮是轻浮 第三 电视剧的定位 嘉南传本换作《穆南枝》 这曾经的剧名和祝亲好友异曲同工之妙 男女主的爱情应该会很美好吧 可是 她硬是变成了传 这也就意味着 她把一部爱情剧变成了大女主剧 嘉南传想要刻画江宝宁的传奇女子形象 像这经典的《甄嬛传》 《路贞传奇》等剧靠奇 可是这优点眼高手低了 心中的格局很大 可是这样的小成本网剧根本呈现不出来 反倒成了敷衍 还不如像《祝亲好》这样 把重心放在男女主的爱情加画上 这样 观众也更轻易地去弱化别的方面的缺陷 放大爱情上的优点 总而言之 不怕剧情土 就怕没有完全的准备和精准的定位 在《岁月新闻》上导致的经典 但是因为这种会认为 我们不该是相信 我们不得外国的散迷 对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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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涉快沉快 可怜快沉快地 想过来 你说会认为 马子对王子对王子无缩 任何人 immigrant人 不得了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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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